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没说您呢 我说咱们是特别招人喜欢 我们两个人冲上舞台 用歌唱来进行我们的归行 唱歌我可不行 大家给鼓励鼓励 你这么着 我听听你声音 基本条件怎么样 你说还真行啊 您具备基本素质 我要再教你几种演唱的方式 您的演唱就是个高水平的演唱 我说啊 那个意大利式我可来不了 不 我教你现代式的演唱方法 保证你的演唱处处受欢迎 只要你保证我不丢面子 我一定虚心向你学习 你学是吧 那行 我首先教你个最受欢迎的唱法 那是 叫做主动热情式 什么叫主动热情式 这里边有几句口诀 那你说说 是不管歌词内容 一律主动热情 浑身上下乱动 脸上面带笑容 得谁和谁握手 拉住钻紧了 别停 就这口诀 你要造这个座 保证受欢迎 那你得给我示范一下 示范可以 你骑过马没有 没骑过 看见过人家怎么骑马没有 看过 什么样 就这样 好 您的演唱 基本上保持这个姿势就行 但是还得动一动 怎么动呢 音乐一起 两个后脚跟往后动 甭管什么地 都给它剁出响来 我给你示范一下 转式你看不见 来 你来的这个 我来 别使那拙劲 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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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怎么了 斜后跟掉了 什么脾气 算了 我跟你讲吧 这么着吧 你往下学 这个回家 我慢慢走 然后就是逮谁跟谁握手 是啊 你别觉得你想握手 人家不好意思啊 只要你伸过去 就有人握 真有 我给你试试 来来 请拉住我的手 拉住那罪恶体 你看看 我一瞬他都过来了 你看 一瞬就过来了 听一听我的呼唤 停留 停留 别拉了 别拉了 别拉回来 我回来 你同志 我都拉好了 你回来 你回来 我干什么 怎么 你看见没有 人家直夺你 你拽着人家不放 你别叫声 不管歌词内容 你这个 这就是一个形式 对不对 其实啊 这并不难学 就是嘛 不过我岁数大了点 不能乱动 我要学 得学那个有分寸 有分寸的 有分寸 我教你一个 自我陶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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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演唱特点 就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 是的 有什么口诀呢 这口诀是 手拿麦克棒遮面 音乐半天不露脸 猛然转身 要果断 唱歌的时候不睁眼 我给你示范一下 音乐一起来的时候 好 后集能给大家伙 我说你身上有狮子 你们家才闹臭 那你抖了什么玩意 这是感情内在的一种表现 他这内在前跑外头来 你不能管 做陶醉吗 哇哇哇哇哇 转头 但你看那不睁眼睛 不睁眼睛 这口 你在我的梦里 我在你的心里 我爱你 我爱我 我爱你 我爱我 我爱你 我爱你 你试试 我来来 你来来 你来来 来 找个歌 回头 闭眼 打起鼓来 翘起落呀 推着小车来送货呀 黑灯瞎火 我看不见道了 拿根棍来 拉着我 盲人演唱 你不让我睁眼 不让你睁眼 你不让你摸着 往前走那么唱 你再教我一睁眼 教你睁眼 教你那个 恨你入骨 这很厉害 恨你入骨 眼睛睁得要有水平 什么水平 这个每个眼珠子 直径在1.5厘米左右 哎呦 牛眼睛啊 你睁这么大 这算你有水平啊 是吗 我跟你讲 你盯住了一个人 这么一指他 眼睛睁大 然后再换 你不能老指一个人 老指一个人容易跟你急 对不对 这时候有动作 你别把它当成一个麦克风 当什么呢 当一个炸弹 炸弹 炸弹 谁是有爆炸的可能 往别人这么说啊 你是这样 雷拉卡卡 我的雷拉卡卡 雷拉卡卡 我的雷拉卡卡 来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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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 来的这个 来的这个 雷拉卡卡 我的雷拉卡卡 雷拉光光 你这怎么还光光是怎么回事啊 我把这炸弹点着了 我把这炸弹点着了 你像吗 你别老冲着别人 有什么事跟自己来啊 有没有跟自己来的方式 跟自己来的 我叫你个悲痛欲绝 是吗 悲痛欲绝 悲痛欲绝 君在心间 你听听 我妈过去的时候 我都没这样 你提你妈干什么呀 太可怜了 你把这种方式 全部都学会 就能保证你的演唱水平 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你找一个歌 你找一个我来 辅导一下你演出的方式 那好啊 好不好 我想唱一首 外国的爱情歌曲 爱情歌曲 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 你说这老同志 岁数挺大 心还挺哗哗 你这叫什么话 你说一让你唱歌 你选择爱情歌 你这是唱歌 说情 说情 你这么着 先来那自我陶醉事 自我陶醉事 我把 好极力给大家活 嘟嘟嘟嘟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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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呀妈妈,你不要对我生气 哎呀妈妈,你不要对我生气 哎呀妈妈,哎呀妈妈,哎呀 我这找妈呢 回来,回来,你妈妈干涉你的爱情 你对她多愤恨呢,这时候用的是 恨你入股市,好,哎呀妈妈,你不要对我生气 哎呀妈妈,你不要对我生气 哎呀妈妈,你不要对我生气 情深似海,年轻人就是这样 如醉如痴,年轻人就是这样 一场街道,年轻人就是这样 年轻人就是这样想 就你打滚,我打不了滚了 星期三年,咱们得干点正事 没错,孔哥,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对啊,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对对对,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去 这个焦点访谈呢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太不弱了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 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 依你的意思怎么办 军毅,方红敬他们 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怪板 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得咱夫夸 我夸一夸,寬同美诗狗不离宝子 这狗不离宝子,他究竟好在哪呢 他这包片大馅诗八个折,就像一朵话 这是形容宝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对,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话 你可千万不能说 这个姑娘长得香饱吧 怎么样 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 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我们今天就欢迎他 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拨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 在这 对对对,来不了,怎么来不了 没带板啊,没带什么 没带板,我带着的 我带着 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 人家那玩意打出花了,你打那身边装修似的 谁听呢 好,旧社会要过饭 没赶上,早废话焦点访谈 开始了这个 还有乐队 是中板这么一打呀 憋得咱不够 你今天的焦点房餐 咱要说点儿骂 咱要说点儿骂呢 咱要说点儿骂 咱要说点儿骂 你皮毛给哪里啊 我知道 说一说 中国入管发展警计四强国家 好 这WTO 进度还挺大 他包屁大事儿十八个字 这不能是包的 这贵话吧 这种媒谈判 难度特别大 是尽过我们剪图农历种鱼 拉下 这梅坊代表 她还是个女的 港霸蝎鱼潜定 弯彩用发挑点儿骂 今晚 要会 我不想吃别的 来他半进狗布里 我一口能吃啥 接下来女代表 平时断壮又潇洒 可一件包子断上来 他直接用手创 那嘴还吃鸭的 不错不错 味道好极了 用我们美国话叫 我弯入一步的 这起房谈 是由我所报的 我叫水俊逸 是就像一朵话 你可千万别说 我小水长得像爆的 我叫郭董琳呐 我不像一朵话 但我飞头大而没有指 我确实像爆的 能这么改吗 不能这么改 绝对不能 我还不改焦点房谈 我改体育节目去 体育节目 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对吗 咱不能唱天津快板吗 不许啊 体育节目 你得唱京东大鼓 京东大鼓 据我所知 全国就我一人会道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 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啊 张老汉今年有五十多岁啊 啊啊啊啊啊啊 跟他的女儿叫张贵 啊啊啊啊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商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替他的女儿把青梨单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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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兰尿接扁丹 他爹爹些伙臭代言 你看看 这个扁丹是两头颤的个大目尖颠 不搁上帅他也不弯 搁上了帅他两头颤那个他不这样弯 再重的分量也不压尖哪 憋死你 就用这种形式 放上新内容 那体育节目你想着火了 真的 到那时候 别别别别那时候 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 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 女足比赛 再干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对对对 来不了 怎么来不了 我没带三弦啊 我带着的 你带着 王秘书 把三弦拿来 这玩意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 能不好吗 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蛋 唱什么 女足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 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几个 不是十一个呀 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啊 介绍队员 孙文他今年有十多岁 多大 二十五六岁 没准 口跟他的女儿 不是 女队员都是金箍红颜 孙文队长可不简单 他挑着担子把球传 你看这个球 他薄皮大馅十八个阵啊 狗狗里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 刘艾玲要接点单 让孙文歇会抽带烟 不是 孙文说 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 射完门啊 他再抽烟啊 孙文这只脚呢 就是威力无边 他两头窄那个当个价宽 不搁那球他也不颠 搁上了球 是两头颤那个当不颠颠 挖掉的角度也射不天呐 哎呦 我的妈呦 孙文猛然把门射 好 你求近美劲啊 你等一会儿 今天这个球 怎么样 奔着那个门 我问你近美劲 你要问这足球近美劲 下回转播 接着谈 怎么样 这么一波 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 会有什么动作 有这么改的吗 你不能胡改吗 对对对 挺过 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向你们保证 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这就对了 我改天气预报去 他又来 天气预报 你就不能唱京东大肚了 还得是天津快板 对错 主板这么一打呀 是雪片大如花 我仔细一看片上下的是狗不离报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你的思路吗 我的思路是说 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 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真的 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啊 在这儿 对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没错没错 来不了 怎么来不了 我没带 没带什么 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 吉他 你带了吗 那我还真没带这个 用我们行话叫 吉他 石秘书 把我吉他拿上来 那他也带着秘书呢 我试试还没带 自弹自唱 好 我的梦中不能没有人 即使黑夜永不再来 好 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人 即使我的心很厉害 好 好 来什么 现在就开始 天气预报 一 二 三 三 听说过 没见过未来的军事巨帐 跨着飙 两千年天出的光丽 风一飘 你用转人你心把心烂 我又走 你用成功的不是好天气 都是好天气 都是好天气 外国就不刮风了 你说什么 外国就不刮风 刮 即即 一二三四五五五六十一 这把这么一打呀 接着咱多放 ,咱多 抓一抓他们穿东霉山 都不理保 好 人都说我懂霓梅 正当你国法 是啊 其实我看疯狂才是狗狗里保的 我出生在农村 乡下 刚生下来的时候 生理上有点缺陷 什么缺陷 没鼻子 没鼻子 我爸爸看着我直纳闷 这孩子看着怎么不顺眼 那那都听好 大眼睛爽眼皮 用头笑口拨嘴 然后我发现问题了 什么问题 我孩子脸上抹鼻子 哎呀那也够难看 小时候不懂事 还不知道什么叫难看 当长大了我知道难看了 我爸爸怕伤了我的自尊心 不让我照那个镜子 指着那个镜子跟我说 孩子 你知道那是书吗 什么呀 那是赵柔镜 赵妖镜 别赵那个东西啊 赵做了容易上火 赵镜上什么火呢 我一想他们大人赵怎么不上火 叫什么 我说爸爸你别闹 我上一回火了 我拿过东西照 哎呀我知道自己难看 伤心的掉出了眼泪 心里难受了 打这儿以后 我就不愿意跟大家伙待在一起 尤其见了姑娘 我躲得人家远远的 干嘛呀 又都吓着人家怎么办 对 你想的太多了 我也想虽然咱们脸上有点伤 但是身体咱没毛病了 就是 还得好好干咱们的工作 哎 咱们把干劲全部使在卫生库上 哎呀那牲口 绕备的是滚瓜流圆的 好 没一年的功夫 队里选我当了模范的饲养员 对 还发给我一大奖状 多不错呀 我一想发这干什么 哎你说要发鼻子都好 有发鼻子了吗 领奖状那天我露怯了 怎么回事啊 你说他发奖状就发吧 那领导他还跟我握手 哎呀 怎么掉个头来了 我不掉头 我握不上了 喊 领导无意地问了我一句 嗯 这个小同志怎么没鼻子呀 你说什么 我那什么鼻子落架 鼻子落架了吗 他说着无意 我听着有心哪 他心里难受 领导一见这个情况 赶紧把我们队干部叫在一起 他们开了一个会 研究了一会儿 决定公家出钱 给我安鼻子 哎 你叫去吧 我怕难看还不愿意去 你去吧 我爸爸劝我 孩子 你去吧 这要搁旧社会 你甭说木鼻子了 你木脑袋习惯你了 第二天 我刚刚兴兴地来到了县医院 到了那个整容室的门口一看呐 哎呀 排上队了 哦 那么多人 过去我以为像我们这种没鼻子的很难得 后来我一看 感觉我们这个队伍里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缘 我身后站着一位姑娘 你看她怎么长呢 眼睛鼻子嘴还都在一块儿 怎么样呀 您知道怎么成这样了吗 不敢 那是用火给烧的 怎么烧的呀 这个姑娘他们生产队的仓库着火了 姑娘奋不顾身地冲进去 用肩膀顶住了房坨 踏下来的房坨上面有火呀 它就这么顶着火就烧着脸 我这个财产枪就出了 可姑娘的脸让火给烧伤了 这姑娘是位英雄 就是啊 你说这姑娘多了不起啊 那么个头不算太高 年龄跟我也差不了多少 多勇敢啊 人家在火中 你说 就是当时还我硬 我也不知道怎么 我对人姑娘从心里 我产生了一股劲 你爱上他了 你这说什么呢 爱上他了 您看您这么大岁数说话 怎么一点寒痒都没有 产生一股劲呢 那刚一见面就爱上人家 这根本就不是爱 这是什么呀 这我有鼻子嘛我就爱 你不是来治鼻呀 我也不像你那么说呀 怎么说呢 我跟你说 你真感到 你让前面来治吧 你比我烧 你别推 看什么 你结婚了吗 不然人家要干什么呢 我想他要结婚 我就不惦记着了 这个姑娘怎么说呀 姑娘说 瞧你说的 我刚23岁 连对象还没有呢 我一天他们给一下 我也没头 我让人家你先看 你先看 把这给饿了 姑娘回过头跟我说 谁看得上咱们呀 咱们这个样子多丑啊 我也听了 我说什么尿丑啊 咱多尿丑 我跟娘我就看上了 他就看上了 门到我们两个人看病 医院把我们两个人全留下了 都住院了 一个星期过去以后 解开纱布 我这么一看 哎呀老公 我看上咱们 我有鼻子 这个太好了 正长在眼睛和嘴中间这个 哈哈哈哈 高兴得我撒起来就跑了 往哪跑 我找那姑娘去 找人家干什么 我说说我们俩的事儿了 等病好了再去 我怕他着急 人家着什么急 我们俩看你搞不着 你看 哈哈哈哈 跑到了病房里 我询问了他的伤情 然后我们俩就聊开了 嘿 他有情 我有义 没一会儿 我们俩人心灵神魂 我们俩就聊啊 我也不愿意走了 他也舍不得我走了 从早上一直聊到晚生 你看我们俩这事儿 八字还有一瓶儿了 这可是高兴的事儿 高兴的 我说姑娘 你真是心的美 不不不 你真是心灵美啊 我要向你学习 你看 你真是咱们好好干工作 报答党和人民 对咱们的关怀 你看我有鼻子了 说话的声音也正常了 多好了 你的伤也会好的 真的 你看那鼻子多好 哎呦坏了 怎么了 我把鼻子给揪下来了 我赶紧就安了 安了以后拿进来 一刀不行还能弄下来 怎么 扣了眼儿冲旁边了 你呀 找大夫安静 我赶紧就找大夫 大夫资格细细 给我检查了一遍 告诉我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啊 这个手术失败了 刚安静的鼻子爆销了 哦 没有成功 当时我舌头根一酸 我就掉了眼泪了 舌头根 应该是鼻子一酸 我有鼻子吗 我就说 对 你呀 不让我们过 这个度手术 不见得一次就成功 人家医生也这么说呀 是不是 医生可真有办法呀 哦 腾立了一个鼻子小组 多重视 专门研究我的鼻子 每一百天带黑夜的研究 人都瘦了 眼窝都炫进去了 我看不过去了 我去劝他们了 怎么劝你 那什么大夫同事 你们太辛苦了 都不要惯了 自己不好 惯了什么呀 我总管上不努力 从大了好几年 你们把鼻子挡出来 哎呀 我鼻子是长得出来的 你看你们这事 我也插不上手 那你们那生口棚在哪 干嘛呀 我把有内生药那种 是 医院没生口 刚出门以后 碰见姑娘来看过来了 她也关心你呀 我当时说 哎呀你看 我鼻子都美了 把眼睛吹了 我呢 是 那这姑娘说什么呀 你真没出息 说的那叫什么话呀 你不是说什么叫美吗 心灵美才是美 我就看你这张脸吗 对不对 你脸上长得再美 心灵丑也不行 我们生活的信心 是建立在对共同事业 奋斗的基础上吗 对呀呀 怎么能这样呢 你在我的手 我说你干什么 你又坏了 怎么了 医生出来了 你瞧瞧 我一看你介绍一下 对对对 我说医生从这 这就是我的 病鸟儿 对对对对 前两天 我们两个人聊了一天 基本上已经定下了 我们两个人 以后工作的计划 对 工作计划 我们俩认识时间不算太长 可是刚一见那儿 我就爱上了他 哎呀 不是那种高贵的品质 真会说话 我姑娘们 她也看上了我 嗯 我也说不清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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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说什么 带不饿了 嗯 小伙儿 姑娘 你们两个的事 我们都听说了 你看看 不错呀 青年人 你们脸上虽然有伤 但是你们的心灵很美 啊 我们要学习你们 决心研究出一个成功的鼻子 为你们两个青年人祝福啊 真是激动人心 多感动人呐 没过了多久 他们研制成功了 给我做了一个手术 安上了一个铁鼻子 哎 铁鼻子啊 这个鼻链骨是铁丝窝的 从臀部这儿取下一块皮以后 一直在上面 等掌好了我一看 哎呀咱厚子这词还挺媳妇啊 哈哈哈哈 那就说话不能能 今天的声音多响亮 不信 哎 你们听我来歌唱 好 哎哎哎哎哎 说新人长新事 新事出在新社会 社会主义的一元好 板上爱上了铁鼻子 咱鼻子里面有铁丝啊 哎哎哎哎 哎哎哎唷哎唷 咱们要这玩意儿了 我试试我的鼻音怎么样 为什么呢 没错 这只背了板子的眼睛 打败你这不是天使 是无需 攻击动 战斗 你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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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好 我这身有毛病 什么毛病 穿你们这身衣裳一出来 我看着心里老不踏实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 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呀 听听 当这身衣裳长得那么严肃 他还让你有什么说什么 谁踏实得了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 他们这地方快乐 怎么了 我有一次我到他们那去了 挺好的办公室 墙上挂点什么口号不好 写坦白从宽 抗计从严 等等 我们办公室里没有贴这个的 我去了 你上那干嘛去了 不是我自己愿意去的 就你们俩警察 都弄着我就进去 听明白了 你呀 一定犯什么事 就没事 什么事都没有 没事怎么给你弄那去了 其实就是那天早上 没小心 我那汽车的前面那保险杠 碰你们警察后腰上了 你开车撞人家了 你废话 谁让他在马路中间站那 你忘了人家 你赶紧下车给人道个歉呢 我道歉了 但是那警察他不依不饶 是吗 怕不声 他问我 哪个单位的 你说问我哪个单位的 你这个 你就告诉他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不能告诉他 怎么了 我要告诉他哪个单位的 我们单位全年的奖金都没有了 都不赖我一人啊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没单位 我没单位 没有单位 那你干什么工作的 我没工作 我就是一 我走道 我过道 我开车 过道的 驾驶知道 没带着 身份证 身份证没发呢 你叫什么名字 没起呢 没起名字像话吗 叫什么呀 说 张二狗 张二狗 我那一次瞎编一个名 糊涂糊涂就过去了 一听说我叫张二狗 这警察起来打量我 然后又叫一个人说 空走一趟 他把我就带你们那块 这点小事 按理说不至于的 是啊 就往那一坐 过一会儿 俩警察趴着窗外看我 行 不做 就是 能玩吧 我听明白了 这公安局盯你 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凭什么盯我 我怎么 盯上你了 我有什么事就盯我呀 你问谁呀 还是那句话 那句话 都到这里了 有什么你就说什么 还有 你都到这里了 他有的事能说 有的事就不能说 什么事能说 什么事不能说 这咱们明白呀 好事能说呀 坏事就不能说呀 你像我拿刀谋害我们领导的事 我 说脱了嘴了 别脱了嘴 等等等等 说明白咯 谋害谁来着 就就就有 就有那科长 他长那模样 地方支援中央 你们科长长什么样子 都都五十多岁了 他脑袋那中央地带 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这旁边这块 长那么几根头发 早上起来以后 得把它喷上水 拿那梳子弄平了 挡在这中间 就算地方支援中央了 那里 瞧他怎么说呢 管东管西管上管下 该管的管 不该管的他也管 我看着他我就别扭 没事还找我谈的心 小小小你过来 你这个怎么回事了你 就是啊 为什么要起外号 不尊重人吗你 这不好 你不要这样年轻人嘛 好好想一想事业了 动不动还要跟领导练一练 你练什么练 你还能有刀把我刷了吗 听他说的话 你这不是往歪道上勾我吗 这怎么能叫往歪道上勾你 就因为说这一句话 你就真动手啊 我找那把刀 趁他不留神的时候 我上去 就这一下 血出来了 气出来了 都断气 慢撒气 什么慢撒气 起车骨骼 托呲慢撒气 科长是不是到你们那儿 把我给告了 我想你们科长 不会跟你一般见识 要不是为了谋害领导队 就是谋害十几个群 又吐了嘴了 等我等我 谋害十几个群众 当着婆婆的面给我说清楚 怎么害的 这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说明白了 这不是去年冬景天 冬天的事 冬天的时候 我们大家伙不演出吗 演出完了一人一身臭汗 赶紧洗个澡吧 是啊就到我们那个团里那浴池洗澡 那浴池洗澡他得排队 一个一个往里进 轮到我这 他不让我进去 他说让我等下一波 那你就等下一波 凭什么呀 我懂得发言 要洗一块洗 要不洗都甭洗 他这个人 您的同事 我就到旁边那锅楼房 我把热水给他们灌了 大冬天你给人家断热水啊 我看旁边有一店长 就这时候我也给他拉下了 里边是黑灯瞎火 一人一身肥皂沫 瞧瞧 都不敢出来 结果呀 用冷水冲了个澡 第二天早上全感冒了 那还能不着凉啊 下午又正感受我们演出 哎呦 还有演出啊 这场演出太热闹了 是吗 唱单弦的那个啊 哎呦 鼻子眼老痒痒 哎呦 他就用那个气网出筒 哼哼哼 一山村 哼哼哼 这个山村的名叫 向阳 向阳 阿气腿 都改给向阳 阿气腿了 最热闹的 是我们团里说 山东快叔 那个小伙子 好度 哎呦 一宿好几趟 你瞧瞧 硬顶着往上上 还瞧 当了个当 当了个当 山东快叔 当了个当了个狼 先言碎于 飙江 飙一飙山东 浩瀚 无二浪 我说啊 就看你这难受劲 别坚持了 赶紧下台 不行啊 这么多观众 得对得起人家 那你怎么办啊 继续说 还唱啊 那一天 乌松洗澡 没热水 自来世 交了个头信了量 一夜齐了七八回 不是上康就下康 下了康 大不流行往外走 一个劲的去谋放 实话 要问那乌松 都冒犯该说 干什么 带我下去谈断香 你早就该往后边歇歇去了 结果 这场远处闹得一塌糊涂 你说是不是因为这事 够我 这你倒够不上 不过 我可跟你说啊 刚才我听你办的这点事啊 你还确实是有点问题 可不是有问题 没问题 怎么上你们这 上你们这 都犯什么事 都往你们这 要上公安局啊 那事可多了 都给我什么事 你想咱们国家新修改的这个刑法 好几百条呢 你犯着哪条都够到我们这来的 就是我对照检查一下 简单给你说几点 你说 拐骗妇女 说什么 拐骗妇女 怎么了 民警同志 我骗我媳妇的 把那媳妇给卖了 不是卖了 这是您听我慢慢说 怎么意思 就是我刚出对象的时候 我那个对象他 他不同意 我出了个主意 什么主意 我给他写血书 血书 我一天给他写一封 一封25票 25票 25票 这得多少血呀 您可听听了 血是血 不是我的血 那是谁的血 兔子血 兔子血 每天农贸市场 买一个三斤做成的大兔子 这一杀一大碗血 兔子肉我就孝敬我妈了 美容食品 给您这个 然后我就开始 沾着这个血 血血书 一血就是一年 你想想 我那个爱人 他姑娘家家的 年轻 每天接 25票 写的胡拉的东西 他害怕呀 老害怕 他就同意了 不敢不同意 怕你这出人命啊 结婚那天 最高兴的是我妈 儿子娶媳妇吗 不 他另有一乐 老太太还有什么乐 我妈说了 孩子啊 什么好东西 也架不住老吃 一年了 兔子肉啊 把你妈吃上了 吃着你妈的眼睛发红啊 嘴朝三个方向脸 老太太要变模样 兔子肉能美容 美容我倒没搅出什么来 你妈得谈调利剑 好啊 您说别人骗个钱 骗个物 还得给弄几年 我骗一大活人 行了行了 你这个都够不上犯罪 不过我听了 你干的这点事 这都属于恶作剧 它的的确确是有点问题 可不是有问题吗 你想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 新世纪了 年轻人该干的事很多 别人这么百无聊赖 胡吃闷睡了 不能不求上界 赶紧把这些事 给人警察解释解释吧 我也正琢磨着呢 民警同志进来了 一进门民警同志冲我乐 想问一下 你就是我们这个 市里剧团的相声演员吧 对啊 叫江坤 没错啊 你瞧瞧 你刚才说你叫张二狗 你说叫张二狗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正在通缉一个罪犯 这个罪犯的名字叫张二狗 哎呀 糟了 不说 这是一场误会 好 来 同志 你回家吧 没事的 你没事 我有事啊 你还有什么事啊 干嘛 你就给我弄这么半天 我老想想 我都脑子都乱了 你怨谁啊 怨谁啊 谁要你说你自己叫张二狗啊 谁张二狗 是张二狗就是罪犯 你同志令上有相片 你对着对着 你当然有照片了 你拿来我看看 把照片给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这 看看 这这这这 这什么呢 我说上再见不就完了吗 回来 回来 你不是怪人家吗 不能怪人家 怎么了 这同志犯跟我长一个模样 最近呢 我有一个发现 什么发现 我发现社会上啊 有一种流行病 我给他起名叫特种病 我头回听说呀 这种病人呢 一犯病 眼睛就发红 我知道你说这什么病了 这叫红眼病 对不对 就是爱嫉妒人呐 别人超过的 他就不高兴 他超不过人家 他就生气 对 总结得好 是吧 看来没实践经验 还真总结不出来 我是那红眼病 怎么办 总结得好啊 像话 那么这种病人 什么呀 这我当着大家 给你学一学 你就是那红眼病了 现在我这眼睛 开始发红 大伙儿留点神吧 你学摸我干嘛呀 我看看你身上 什么地方能刺激我犯病 不不 我没有能刺激你犯病的地方 是吗 可我处处都超不过你呀 什么 我站得为你好 贡献为你大 大余为你高 没超过你吧 你看咱俩穿着衣服 一个样 一个样 个头 一个样 胖瘦 一个样 对 就连咱俩的模样都一样 只不过我比你年轻点 这怎么意思 犯病了 为什么你长得 就比我年轻呢 我就这么长的呀 我听说你最近工作 干得挺好 不不不 我再好 也没你好 这就没事了 听说你这个工作 干得挺多呀 不 再多也没你多 你贡献很大 再大也没你大 大家反应你干得不坏 再坏也没你坏 费克 什么叫我比你坏 这不你一说的嘛 最近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我这不调走了吗 调动工作了 要哪儿去了 要绳里去了 费克 你为什么到省里头 我为什么还在这地方呢 那我说了也不算呢 要省里干什么 当局长了 费克 什么毛病的事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 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眼睛又红了 要当局长 咱们大伙全当局长 没听说过 公平合理吗 像话吧 怎么了 那当局长只能是个别人 个别的也好办 怎么办 大家坐下抓丘吗 抓丘 谁抓着谁 谁抓着谁当局长啊 嗯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呢 人家有专业知识 大学毕业 我也大学毕业 没考上 没说一样 人家年付了一成才三十来岁 我二十年前 我才二十多岁 这下话呢 这是 人家群众关系好 我群众关系也不差 是吗 你去打京打京 怎么着 今年没跟人打个架 没炒个队 怎么回事啊 今年我没上班 不是 想炒找谁去 为什么让他当局长 就不让我当这局长呢 这都不叫理由啊 我告诉你说吧 有我在这儿 我让他那局长当不成 怎么呢 怎么呢 我要揭发他 揭发 他有问题 他有什么问题 他 他跟一女的迪迪姑姑十来年了 我碰上多少次 我连管我都不管 你怎么不管呢 我就盼着出事 我好看热闹 幸灾乐祸 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偷偷摸摸 向派出所报告了 好啊 派出所也不管 那为什么呀 人家是两口子 废话 你这叫有意败坏人家名誉 甭管怎么说 舆论给他造出去了 这叫人言可畏啊 让他说不清道不明 倒在黄河里的洗不清 哎呦 您听这红眼病够多厉害 这是红眼病初期患者的表现 哎 那么中期患者就是什么样 比这还要厉害呀 咱们再学下怎么样 所以呀 比如说我呀 上次出国了 呸 要来劲儿 为什么让他出国 就不让我出国 眼睛又红了 要出国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出国 没听说过 那为什么让他一人出国 那是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 论工作需要 也轮不到他头上 怎么呢 要讲工作需要 应该让王副总工程师去嘛 王副总怎么了 五十年代大学生 是吗 技术上是尖的 哦 是成为 在国际上都有影响 是吗 为什么不让人家去 为什么呢 人家不就是 啊 在外国还没回来呢吗 哎 还不可以换 那那为什么 不换别人去 别人换谁呀 比如说 啊 怎么不换我去呢 那你去呀 你去没用 谁说没用呢 怎么 买的冰箱 我自己就能扛回来 啊 就为这样的出国呀 我不是想出国 啊 出国有什么意思 怎么 我不羡慕那个 是吗 出国生活还不习惯呢 是 时差还不适应呢 哎呀 语言还不通呢 是 想吃馅儿饼 还没地方买去呢 你说啊 我不愿意出国 真的 你请我出去 我都不出去 哦 你不愿意有人写信 请我马上出国 你都不去 也没人写着信呢 还是想去呀 怎么这好事全让他轮上了呢 这也不叫理由 嗯 有我在这儿 嗯 我让他出不了国 怎么着 我揭发他 嗯 他有问题 他有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他倒卖黄金 啊 这事你瞧见了 我瞧见了 还用瞧 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啊 他倒卖黄金 一点事没有 哦 我昨天买条黄瓜 差点挨顿打 那为什么 我没点钱 我就给上级写信 碰杠 你写这个 你得负责任 我先碰碰碰碰碰 再说 那领导接的信 得找你查证何时 嗯 领导查也查不到 我头上来 怎么呢 我那封信 你先没写我真名 你那叫必到的匿名信呢 这叫一封信八分钱 嗯 最少让小子恶心半年 嗯 这中期患者可更厉害了 你还没碰上晚期患者呢 晚期患者什么样 比这还要厉害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可以啊 比如说我呀 啊 干得好 这月奖金我比你多十五块 呸 我就知道他在犯病 为什么 这月奖金他要比我多呀 为什么让他多 啊 因为什么 人家贡献大 贡献大 哎 我就贡献小吗 怎么样 没功劳我有苦劳 嗯 没苦劳我有疲劳 嗯 没疲劳我还有牢骚呢 那管什么呀 啊 为什么多给他十五块钱 嗯 啊 有我在这儿啊 嗯 十五块钱呢 啊 让他拿不成 我揭发他有问题 你也知道他有问题 什么问题 啊 我替你说呢 他确实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啊 他这人 嗯 他要害人 他要害谁啊 他要害我 害你 他要拿刀把我砍了 哦 怎么回事 啊 一刀脸碎了 你说的怎么回事 他偷偷跟别人说 让我听见了 说什么来着 他说对我要一分为爱 一分为多残忍 行 行行行行 是吧 那是要害你啊 什么 那意思啊 是不仅要指出你的缺点 而且要发现你的长处 嗯 那是要害我 不是害你 就是要害我 想办法 揭发他 嘿 哎呦 这红眼病 我可算是领教了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最严重是什么呀 最严重是俩红眼病 碰在一块儿了 那就对着呸呗 谁都不服谁啊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可以呀 比如说呀 现在正评选劳动模范呢 呸 把红眼病撞上了 同志们 再回选劳模应该是选我了 这么多年心性恐怖 大家无论如何不能选他 呸 这些劳模本来就是我大 呸 你有什么权利当老模 你做了什么贡献了 呸 我处处比你高 呸 我事事都比你高 呸 我觉悟比你高 呸 我热情比你高 呸 我干这儿比你高 呸 我质量比你高 呸 我效率比你高 呸 呸 快 呸 怎么着 我血压比你高 这么快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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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一点 呃 哥哥 这么快就放好了 哎 我说 哎 我要那素馅饺子给我包了吗 大面些的老说吃素的吃素的 真是 纯肉馅的太腻 你去这把你煮的 过去那年头啊 一年刀头也见不着个荤星 那年咱们炖了一锅排骨 你瞧你那吃肉 是 把这骨头渣都嚼了 气得咱们的老黄狗 瞅着你就汪了 你去 你去 你这么看 我是跟你说呀 我没说 我去煮饺子呀 好 煮去吧 爷爷 奶奶 上哪去了 我跟同学一块去玩去了 快洗手了 我吃饭 奶奶 咱们今天 都吃饺子 你说啥 动不动就吃饺子 我都吃腻了 你说这孩子 那么大三生的 你不吃饺子吃啥 真是 我差点给忘了 咱们今天吃这个 什么好东西啊 你们 这个好 怎么样 不就是放着面窝头吗 过去咱们天天吃这个 什么 奶奶 这可是纯天然营养食品 过去你们天天吃这个 那可是太幸福了 你说这刚吃几天饱饭 撑得胡说八道 就是 跟你一样 不是 你说他你老把我烧上 那不是啊 你说这大三生的 你这摆一破窝头 你这不是成心找我掉眼泪呢 奶奶 这么好吃的东西 您干嘛掉眼泪啊 你咱知道啊 过去啊 咱们一年到头的 就攒几斤白面 就溜着三水碗上 包着他饺子 那年 就愣是一点没有 我跟你爷爷 给爸爸蒸了一锅窝头 大三水碗上的 我想起这档子事了呀 我这心里就 就是 想起这档子事了呀 这心里都窮了 奶奶 您演气功呢 去 他爷爷 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过去我就一说到这儿吧 这眼泪断 哗哗的 你说今儿个 啥都没有 现在天天都吃好东西 你还能掉下眼泪呢呀 不是 我今儿得掉眼泪 我得教育教育他 那也不能伤己呀 这么着 你跟那儿给我唱个杯歌 你引诱引诱我 不是 那叫启发启发 对 启发启发 我不启发 现在日子这么好了 你满肚子都是甜水 还愣想往外挤苦水 那哪行 你算了吧 不是 他说的还天天吃饺子 天天吃饺子 来之不易 你别吃了几天饱饭 就不知道姓啥了 腐败 你说这波窝头有啥吃的 我们都吃够了 吃啥了 吃怕了 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不吃的 这一辈子不吃的 我都不想了 嗯 嗯 行棒子的 我再尝尝 你尝尝 咱们 咱们 怎么样 味道好极了吗 这个问题 反方同学 注意到了没有 反方 在我们家这样的生活水平线上 绝不可能 也不应该留恋这种单一的食品 饺子 而是要创造多味的生活 也包括窝头 我说你 诶 怎么辩论还行打人呢 你没听见 我这干白块窝头 刚要往嘴里舔 他说yes 你yes是谁 人家孩子这个没大没小的 人家说的是英文 那yes就是食肌 是不是 yes 你得看 不要赶紧发言 我发就我发 嗯 发 你说你发言你老吃 我捧不住 快咽下去 下去了 嗯说 刚才反方同学说啥 什么水平线啦 什么单一食品啦 你说的这个话 就像一副堆脸上说的 什么堆脸啊 站着说话不腰疼 下脸呢 饱汉子不知恶汉子鸡 爷爷这是堆脸吗 我不知道最近你看过电视没有 嗯 电视上有一个小孩 背着梁是上学校 打开箱子拿萝卜条 就那个小小声 你要是看见他 今天你说话 就不会这么狂 你狂 你狂 狂没有好处 当然 我应当想到他 我要努力学习 使他们尽快的和我们一样富裕 这还叫人化 可是 如果说主体对于客体强行适应 那么这种客体必然会给主体的内心脚身层面 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快 反方同学受议 刚才你说的这话 我我听不懂 你听不懂还可以说 就是 爷爷 你上 你给他几句有信的 那行 我把它摆平 摆平 哎 请反方注意 如果天天吃饺子 特别是这种纯肉馅饺饺子 必确让人厌烦 好 说啥呢 你是雷头的 他对我说什么 你真是 难怪人家说呀 多么要强的一个女人 也无不了碰上一个不给劲的男人 你知道吧 你知道吧 今天咱们应该啥吃饺子 哎 吃了可以不饿 饺子饺子就是胶子 新年旧年 胶在子时 你嘴啥这快呢 因此的话说 只有咱们中国才有饺子 这个饺子也是咱们民族的食品 不对 现在外国人也吃饺子 那就对了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出来了 哈哈哈 就不想吃饺子 那跟电视上学的 哎 你往外学不学 她用着还有点值 真是啊 说一千呢 倒一万 如一位伟大的前人 说了一句名言 请问是什么名言 好吃不如饺子 呆着不如倒的 这是哪个伟大先辈说的 我妈 真是我妈说的 我知道我知道 你快说 因此的话说我就不相信 这窝头它就比饺子好吃 今儿这窝头味是差点 它里边没割豆面 瞎说 没割豆面它能这么甜 要不就是火小点 对喽 火大点还好吃 请评委注意 我奶奶已经承认窝头好吃了 谁承认的 您 我多承认的 您刚才说 火在大点会更好吃 没说 我没说 我没说 你耍了 我没说 你看 你嘴上还有窝头肝呢 我没说 行了行了行了 请评委发言 请坐 谢谢 你这样还挺正规 刚才反发 思路敏捷 谈谈而谈 虽然毫无剧色 但毕竟是出声牛肚 正好 言语朴素 语重心差 但辩论途中因为不懂外语 企图打人 风格不高 完了 真是呀 你说你真是啥呀 你整个的一个两面派 诶 我那口我头呢 是不是你得吃了 我就阁诺了 这谁这么嘴欠的给吃了 你说真是的 我这说吃这口 你说这生活好过了吧 倒不知道吃啥好了 他爷爷 咱们走 上哪儿去 上大街 干嘛呀 再买几个窝头去 走 先走 猫鼻子干什么的 我以为你没气了呢 这叫造型 有的时候冲上边 有的时候冲下边 我跟你讲 这招挺好练的 你试试 我来来 你来来 你来来 找个哥 回头 闭眼 大街鼓来 翘起落呀 追着小车来送货呀 黑灯瞎火 我看不见道了 拿根棍儿来 拉着我 盲人演唱这个 你们两个青年人祝福啊 真是激动人心 多感动人哪 没过了多久 他们研制成功了 给我做了一个手术 我安上了一个铁鼻子 铁鼻子 这个鼻链骨是铁丝窝的 从臀部这取下一块皮以后 一直在上面 等长好了 我一看 咱厚子这词还挺细分啊 这是中国 那是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 论工作需要 也轮不到他头上 怎么呢 要讲工作需要 应该让 王副总工程师去嘛 王副总怎么了 五十年代大学生 是吗 技术上是尖的 是权威 在国际上都有影响 是吗 为什么不让人家去 为什么呢 人家不就是 在外国还没回来呢吗